大家好 欢迎来到Jose's Toy Store 先和大家说一下我手头上的一只杯 它是日常用的外卖杯 但不说不知原来它是不可以回收的 原因是因为它中间是有一片胶 所以今天的产品介绍将会是这一只 Stojo Stojo是一个非常方便携带 不漏和可以重蓝用的一只杯 它是在澳洲买回来的 24.95元 即是大概150元港币 它不含双芬泥 食物级的silicon 安全的塑胶 但最重要是它不会製造更多的垃圾 这段影片将会分成以下几段 我们第一次用Stojo的时候 我们先要揭开饮口位 然后拔开隔热膜 拉直的杯身 然后扭开盖 然后倒入你的饮料 然后扭开盖 记住一定要扭开盖 否则有机会会漏出来的 然后再套热膜上去 盖上饮口位 个人 当我们喝了一杯女人 然后想再吸收 我们其实就要先 揭开饮口位 这个动作是用来放弃的 如果不放弃 然后强一盒杯 便会爆干出的 然后我们就会 扔隔热膜 如果不扔隔热膜 其实是不会合得到的 然后我们轻轻地推杯进去 记住这个动作不要太大力 否则在饮口位置就会爆出来 然后我们返回饮口位 记得要用力地按一下 然后隔烟膜放到杯底 到我们现在回到家想清洗 我们的步骤是什么呢 首先扭开饮口位置 拔开隔烟膜 再拔开杯身出来 拔开盖 然后之后我们就用手指弓 捏一捏它 这样就会变成一个C形状 然后拔出来 清洗完了我们就再按回去 然后之后再放在杯盖底部 但是呢 这样做的时候 你要确保就是说 有个蓝色边位就凸出来的 全程都会凸出来的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再拔开盖子 然后之后呢 就再拔开杯身 然后之后再放下隔烟膜 再拔开饮口位 好 首先我们今天会做两个实验 第一个实验就是看看 这个杯会不会漏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看一下 两个状况就是我们 我们关着饮口位和开着饮口位 而按下杯的分别是什么 首先呢 模仪我们喝咖啡 有点咖啡在里面 我特意要用真咖啡 因为这样才可以看到究竟 会不会漏出来 因为底色是白色 怎么样 OK 那我们现在盖盖子了 那我扭得稍微 那我扭得稍微 现在这个盖子是开着的 饮口位开着的 那我现在慢慢地 吸上去 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我不是很大力的 OK 没有爆出来的 再按一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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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会不会漏 OK 没问题的 那我现在再开 这里有 这里有一两滴咖啡 但这个不是因为它的问题 是纯粹因为 因为动的过程期间 就有些咖啡 可以盖上 那我再炆个杯子 好 那现在盖紧盖子了 现在试试再压回来 看看行不行 再打折给大家看 其实里面有很多空气 很多空气压住它 所以我根本是盖不回那个杯子 所以 这个盖 其实真的一定要 开着才可以关闭 所以 这个杯子是防漏的 我对这杯子的看法 可能有些人在网上 已经看到一些片 就是有些人 拍在墙上 然后整个杯子可以收回 现实生活是做不到的 原因是因为 你始终会有少许饮 还有你做的时候 会开了个盖 那个饮口位 所以如果这样做的话 那些水是会撇出来的 但我认为 市场是小问题 如果你说担心杯身 因为它是软的膠 如果你担心 倒了一些热饮 下去 它会否变形 其实是不会的 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 调转隔烟膜 涂上去 那就变成一个稳固的物体 第三就是 测试是成功 这个杯子是真的不漏的 但如果你说 放在背囊上 或者手袋 我就会建议用 一个保鲜袋 先把杯子 压好 放在保鲜袋里面 然后先把保鲜袋 放在袋里面 原因就是 始终开口位 有机会开到 你不会想 冒这个险 最重要 如果你有电脑 手机 你更加不会这样做 都是小问题 如果150元 划不划 我会这样想 我买一杯咖啡 例如33元 它会回赠3元给我的 因为我带自己的杯 即是说 大概50杯咖啡 我就打回和 然后第51杯 我开始省钱 同一时间 我知道我帮世界 在省肺料 如果你这样计算 其实我觉得很划 首先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有什么意见 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会看看 然后如果有什么 其他产品 想我做一个评价 麻烦留言给我 谢谢